今天是4月14日 今天是星期四 在4月7日 當時我們就出了一篇 出了一個節目 英國提供了大量的反艦導彈給烏克蘭 而且是最先進的反艦導彈 當時我已經作出一個大膽的預測 烏克蘭軍隊 很有機會可以傳遷 俄羅斯的海軍 既然一語成岔 一個星期之後就發生了 將 黑海艦隊的旗艦莫斯科號擊沉 烏克蘭是用他自主研發的R360 海王星陸基反艦飛彈 擊中 導致 聲稱是戰鬥力最強 一艦為一角的莫斯科號 一艦為一角 你覺得是鹹水角 還是咖哩角 不知道 一艦為一角 一艦為一角就是毀滅俄羅斯 就是莫斯科號被擊沉 俄羅斯就崩潰了 一艦為一角 這艦為一艦為一角 跟中共的 遼寧號被擊沉的時候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瓦解的時候 差不多啦 絕對是這樣 這一次 果然沒錯 真是一艦為一國 這個戰力全身 雖然沒有完全沉沒 但是已經成為海上漂浮的廢鐵 這就是跟沉沒沒有分別了 其實有一個對於莫斯科來說是比較好的結局 就是烏克蘭的農民 沒辦法將他拖走 這個有點安慰 也不一定的 可能是烏克蘭的移民拖走 正常來說是會鑿沉他的 他不拿不走 他會鑿沉他的 不會被人拿走 正常的程序是要鑿沉他的 是不會放在那裏被人拖走的 你放在那裏真的會被人拖走的嘛 俄羅斯現在當然是拖不走了 放在那裏 又沒有鑿沉 人們都盯著了 烏克蘭軍方宣稱 這艘旗艦的彈藥庫大火撲臉之後 藍室已經開始下沉了 嘴巴硬是沒有用的 現在不是網上戰爭的嘛 被人拖到那裏都說沒有被人擊沉 他就是集中在沉字那裏 有甚麼意思呢 你要說要擊沉就可以了 要不用沉字就可以擊沉 或者是類似駕鴿歸西那些說話給人好聽一點 烏克蘭這次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象徵意義 因為 自主研發這個海黃星系統 原來是去年3月才正式 服役而已 一年時間就立了大功 反而是他開賣武器 現在全世界軍力差不多 烏克蘭排第二 戰鬥力和經驗 因為最近日本沒有那麼多經驗 所以他已經是躍升到第二位了 他開賣武器給印度 印度不用跟俄羅斯買一樓 本來烏克蘭真的是出武器 他主要是軍工企業的 反艦導彈 反艦導彈 原來真的是去年3月 好像大陸那些 類似那隻桶 講講海黃星的特性 反艦飛彈的射程是280公里 加上烏克蘭自主研發 Mineral U雷達 能夠偵測到600公里之內的船艦 所以偵測範圍是一定闊過 那個 導彈的射程範圍 沒有理由短過去 也沒有理由是一樣的 偵測範圍是比較長的 他說飛行速度較慢 比音速低 是時速的900公里 因為飛得低 反艦飛彈因為飛得低 通常反艦飛彈是貼著海面來飛的 那就是因為人家找不到 人家看雷達 太多雜訊 會搜尋不到出來的 其實 英國反艦飛彈中過一次 就是在福島戰爭裏面 被人擊沉了一隻 軍艦就是Sheffield 他說 這個飛彈的飛行最低是3公尺 即是3米 有效被過敵方的雷達 厲害 徹底擊毀了這架 其實他射多幾顆 擊毀了他多些船 沒有啊 現在已經一艦為一國了 已經很慘了 餵多兩個了 俄羅斯 據說台灣的媒體報導說海王星飛彈 比台灣的飛彈更加厲害 台灣的飛彈很厲害 因為美國人提供也不會留的 因為台灣早期飛彈的射程是短的 紅風三型反艦飛彈 射程只有140公里而已 對方海王星飛彈的280的一半 他研究的原因是因為台灣的使用方式 跟烏克蘭不相同 因為他要考慮的就是 台海的 寬度和距離 所以是不一樣的 對於不同的國家和地形的用法是不一樣的 美國的武器未必適合其他國家用的 因為美國 飛機就是騎上的航母艦 航母艦就是到處去的 那他一定要在航母艦上可以起飛的 但是很多國家就不是這樣用的 所以其實 那些飛機就不用像F-35B那樣 不用隨直升降 當然大陸的情況也有一點點不同 大陸的目的就是想要霸南海 但是他的武器 兩個地方都不適合的 其實是的 不知道為什麼要怎麼弄出來的 因為大陸的航空母艦都是幫襯烏克蘭的 只是倒船而已 他的問題就是那些飛機 因為他那裏 他本身沒有彈射 裝置 是要靠飛機滑牆 變成 沒有這個垂直升降系統 你要靠飛機滑牆 變成 同時 起降的飛機有限制 另外 他自己的製作飛機的過程也不是很厲害 所以 他的飛機 日本有就裝不了導彈 如果裝了導彈也不會有 所以他就在 飛的航程 就受到很大的限制 這是大陸的問題 一隻 戰機 攻擊型的戰機竟然不可以裝導彈 這次擊沉莫斯科號有個戰術 原來這次 跟土耳其有關 因為這次用了土耳其的無人機 我給了另一篇 就是用無人機 用TB-2 先引起 莫斯科號的注意力 令他分心 掛著無人機 怕無人機過來炸他 於是 就看不到反彈導彈 原來是聲東擊西嗎 其實是聲東擊西 永遠都有用的 原來是讓攻 但是我後來看回資料 原來這個 導彈只有一枚 就是 射了一枚帽子 烏克蘭官方表示 早前有兩枚海鑊星飛彈擊中 但是原來只有一枚擊中 原來只有一枚擊中 即是一枚收去皮 生產照樣要量產的 一枚收去皮也挺厲害的 這次發大了 以後可以埋伏他們的武器 還有導彈還要分 擊中的時候要看導彈的彈頭是怎樣的 因為其實跟 大家知道打軍艦 是跟打坦車一樣的 你其實要有穿甲彈的 你不是穿甲彈的 他不是就這樣裝上炸藥就算了 如果就這樣裝上炸藥的話 你打到裝甲的外面爆炸 其實是沒有什麼用的 你放在很多炸藥 他也是外面爆到七彩 但其實他可能對船艦是沒有損害的 所以呢 就要看他那個彈頭的 型號是甚麼 到底應該要打哪個位置 最有用 反艦飛彈應該要我理解 全部是打船身的 不是打艦橋 所以應該是穿甲彈的彈頭 俄軍當然說謊了 他俄稱不是中彈 而是艦上面的彈藥爆炸 跌落地要拿回炸沙 不關你事 我自己摸傷而已 其實就是這樣 其實你騙不了人的 你自己 南上爆炸爆到沉溝了 這些就是 中共式的詭辯 現在不是你打爆我 你那些爆炸導致我的炸彈爆炸 其實全世界打仗也是這樣 打軍艦就是 打下去 等你那個火藥庫爆炸 這次呢 這個 他在 奧薩德 在奧薩德射出來的 即是在陸上射出來的 他還夠不夠敢派軍艦去黑海 有這樣的武器被人鎖住 現在如果這樣說的話 克里米亞也很快可以打回來 因為那個是黑海艦的基地嘛 還要一打旗艦被人打沉了 你不收屁 現在飛機不敢飛 軍艦不敢去 還說去芬蘭啊 芬蘭真的是 派了潛艇去 潛艇都被人打沉了 我真的看你可以做些甚麼 其實芬蘭最大的問題就是加利寧格蘭 在對面 加利寧格蘭如果部署導彈 其實可以射到芬蘭 不過呢 如果你從那裏射導彈 人家是不是會射回來 人家又可以射回來 你不可以單靠遠程武器去進攻 而且其實俄羅斯的導彈 真的不夠晶片嘛 射完就沒有了 不敢用導彈武器 做主攻 因為射完就沒有了 貨物都沒有了 它沒有那個再生力量 沒有有生力量 這件事是一個 今天是一個好消息來的 所以我還是留在一起說 俄羅斯 我們認為 現在要將全面消滅 其實真的一點也不難 你看見 西方都在一個中央方方向發生 他们的黑海警隊之後就可以射多幾隻以上 然後然後有很多潛艇、飛機、俄國的武器都能全部消滅 這個像 我認為 俄國可能會見到 雞心 firm 他再次看到 俄羅斯的軍備是多麼落後 他們的系統宣稱就很厲害 實際上是做不到的 全部是騙人的 人家真的射到過來 他們就中彈了 他沒有防禦能力 他以前作出很多謊言 然後有很多五毛的軍事專家 幫你大吹大擂 大陸的武器也是一樣的 太多的垃圾了 看都不用看 這班售署好像有勇勳 莫斯科賣了給印度 就好像有勇勳拆給他們 也是 極權啦啦隊 這節我們先說吧